嗨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愛多美馬鈴薯蔬菜拉麵 這就是我們的愛多美馬鈴薯蔬菜拉麵 那這是我們的外箱 它其實是蠻厚實的 那其實它這邊有很貼心的設計 是手提環的部分 其實拿來送你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先幫大家拆一下 總共會有24包 那今天我們會來試吃給大家看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試吃的時間 我們開始準備鋪對鍋吧 先下面的部分 那我先把這個麵打開 麵的部分 麵它其實是非常大的 它是有5顆馬鈴薯製成的 那我先下一下麵 它的辣椒粉其實它的辣度是蠻夠的 那可以建議每個人根據自己吃的辣度去做調整 蔬菜包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蔬菜包裡面會有香菇 黃蘿蔔 海帶跟蔥的部分 攪拌一下 很快我們就可以吃了 我覺得我自己的食量一包可能是不夠 好 喔 跟大家說一下它的麵條其實是 跟外面比較起來它比較再粗一點 所以它煮起來比較不會爛 然後是蠻Q彈的 因為它是用五顆馬鈴薯製成 它麵很Q彈 很有嚼勁 覺得它這個辣度是蠻夠的 因為我剛才四包 我總共加了兩包 兩包就已經非常的辣了 所以我覺得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多加一點 我已經有了 吃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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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啦 真的真心推薦是 我們的馬鈴薯蔬菜拉麵 它的麵啊 不僅是它的麵跟它的蔬菜包 跟我們的辣粉都是非常的搭 當中可能加太多辣粉了 這邊還有一個小配方 可以像我們的愛多美 吉隆普爾茶 今天發現它不只可以解你 還可以解辣 那我們今天的四次體驗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Steven 真的很飽 OK 好那我們收一收 等一下再來拍炸醬麵 超多